我樂於是說你算蠻腰紅的 你覺得 我會不會看 依朋友的立場我覺得 你會當他搬腰嗎? 蛤? 在未來結婚的時候是 我身體不行 呃... 其實我是一開始先 就是這邊開始 痛很痛 然後就是 我吃止痛藥 然後痛到 為什麼全身都 就是整個腹部這裡都痛 然後後來之後 胃管然後發燒 那時候發到 4...差不多40度 檢查出來 他們照了 呃... 第二次照才照出來 原來 呃... 已經有結石 一顆是卡在裡面的 然後一顆一點多的是 它已經比較大 然後所以它已經堵住了 我整個輸鳥管 這樣子 所以才會一直反覆的發炎 然後發燒這樣 海鱗裡面是不是就是 算蠻藥的方法 你知不覺都... 我真的也不知道 其實我跟你們一樣 都是從媒體才知道的 但是我覺得 一... 朋友的立場 我覺得 都沒有任何人可以 不管你們有多好 都沒有人有立場 去幫他們多說什麼 或者是 呃... 分享解釋什麼 就是這都是要問當事實 而且... 你知道什麼會生氣嗎 你以為你還會要道歉嗎 他道歉呢 其實我... 我道歉那個也都是別人 其實都是別人傳給我看的 那... 當初謝忻那個 我不開心 是因為 呃... 就是真的就是 畢竟介入家庭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會比較不好 就是... 就是比較不舒服 而且... 就是會覺得... 呃... 怎麼會... 呃... 什麼 或怎麼樣 因為現在都是... 媒體在... 在下飆啊 或者是媒體出來 但是就... 不知道到底真正的... 就是... 結果是怎麼樣 或者是... 實際的狀態是什麼 我覺得這都要問當事實 對啊 最重要就是... 對... 對... 如果真正好的朋友就是... 在不對的時候就是... 倒陣 那... 當然在需要的時候就是... 陪伴 是不是你分開了 有什麼回憑 在哪裡 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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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病的時候 這他們都蠻關心我的啊 對... 對... 那你有沒有關心嗎 我真的沒有問他這件事情 一定不好受 因為新聞媒體 或者是酸民 尤其現在的酸民人的話 一定不好受 如果你身為好朋友 再去多問什麼 好像多想要去了解什麼事情的話 我覺得... 這樣子煩惱 你好像沒有很愛你的朋友 那是傳訊息給你 還是打電話 呃... 我們都是用... 我們是用訊息 對... 他就會... 傳說... 呃... 我狂是出院的時候 他還會問我狀況啊 他一直難怪我身體的狀況 你副長要辦狀況 蛤 你副長要辦 如果... 如果... 呃... 我... 他訂婚了 可是那也是又是... 那也都是媒體寫的 我們以前就有一個承諾 就是我們都會 為彼此留一個扣檔 就是... 在未來結婚的時候 是彼此的伴娘這件事情 對... 這是我們從小就約定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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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棒的一點是 就是... 他有很棒的爸爸 他很棒的媽媽 我們... 這些朋友都很愛他 就像... 不管是我啊 莎莎 金剛啊 我們從小一起長大的 就是... 他知道... 我們... 就不管怎麼樣 我們一樣都很愛他 那他的家人也很愛他 所以我覺得... 有這些關心跟這些愛 存在我... 不至於... 我應該不至於就是... 像媒體講得這麼著